大家可能会好奇啊 最近我在忙什么呢 最近我都在搞这些恶修盘啊 为什么要搞恶修盘 如果一修盘有那么容易接到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搞这些恶修的 这些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全部都是干完一炮以后就跑的 现场也不处理一下 还残留了不少这种粘稠的东西在这上面 这样肯定是不负责任的 哎没办法 这种张类的洗地活 只能由我这个接盘的后援来搞了 先找一块比较干净一点的吧 就你了 这块硬盘我记得第一次是来找我寻过价的 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一修 结果过了十天左右吧 他就变成二修了 于是我就在一修费用的基础上 再给他加了一次一修费用的五折 看我多么的良心 这一块盘看上去像是主控跟缓存这边被干过 因为这边的封胶都发黄了 我们上电看看吧 上电电流还是有的 不过好像稍微有点低 我们连机看看 现在这一块硬盘 短接上机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的 正常这里应该会有一个两兆的未出石化分区 因为它是全联5012的主控 我这边打开天眼研究了一会 发现这个主控 发烫是比较严重的 虽然说正常工作的时候 主控也会发烫 但是结合刚才短接没有反应的情况来看 有可能是这一个主控联系或者空汗了 毕竟这个主控它之前是被干过的嘛 咱们先给它插下来研究研究 哎哟 果然是连稀了 而且还是这种大面积的 这样的主控能识别才有鬼呢 先给它清理一下焊盘 再重植一遍主控看一下吧 希望它原来的这个主控不要挂 上机之间轻松秒杀 我估计上架一开始 也是怀疑这个主控或者缓存空汗 导致硬盘不识别才会选择干它们的 结果火候跟力度没有把握好 把汗盘直接推连锡了 导致彻底不识别以后 就选择了知难而退 现在资料这边已经成功的滤起来了 因为这个盘之前被干过 所以这个速度下降到了一点多兆每秒 只能慢慢等了 第一块轻松秒杀以后 我们再来看第二块 这个好像是朗科的 对确实是朗科的 我看了一下这一个主板 这边应该是拆掉了一个 类似这样的电源转换芯片 为什么要拆电源转换芯片呢 我猜上架应该是测量到了 这附近出现了短路 但是反复找了好几遍以后 依旧没有找到短路点 于是就把这个火让给了我 硬盘上电看一下吧 现在上边电流还是可以起跳的 我们再把剩下的这几个供电也一起来检查一下 这个0.9V应该没问题 1.8V 3.3V也有 剩下的这几路供电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我们再来测量一下 它拆掉的这个芯片对地组织有多少 测输出端的就可以了 输出端应该是这条腿 有一点多兆哦 看样子没啥问题啊 难道短路已经被排除掉了 我们找一块料板 从这里拆一个一样的电源芯片给它移过去 电源芯片这边我已经给它补好了 再来看一下 电流好像跟刚才差不多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我们上机看一下吧 现在上机还是没反应 让我短接看看 短接上去以后 也识别不到这个主控 估计主控也挂了 主控这边也顺便给它更换一个吧 好的 现在第二块盘也已经识别出来了 这个估计是在上加那边干的有点久了 现在是一直卡在百分百这里 直接给它做镜像就行了 虽然第二块盘看起来不像翻车 实际上是已经在翻车的边缘徘徊了 因为它在读取的过程中里面还会出现不少小黑子 我估计最后能出来的资料大部分也是坏的 只能听天由命了 继续来看一个三星的硬盘 同行跟我说 怀疑是这个电源芯片有问题 可是我看了一下 它维修过的痕迹 明明是指向这个主控的 这个才是它的电源芯片 看起来干干净净的 咱们来测量一下吧 这边的电感输出为0 这个1.8V 这个1V 这个也是0的 上加的怀疑是对的 不过这个手术部位选错了 目前这个电源芯片 它是由两路供电无法正常产生的 也无法判断这是原始故障 还是被干过主控以后出现的 因为这个主控比较难探接 所以我决定先相信它是电源芯片坏了 料板这边我已经找到了 一块包好的三星840 三星这一种盘 它分长板跟短板的 我料板上面的这一个是短板的 不过它们的电源芯片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直接来测量 可以看到 刚才0V的这一个地方 它是1.92V的 看一下第二个 这里1.26V 现在我们把这两边的电源芯片 给它交换一下 电源芯片交换过来以后 这边的电压依旧是0V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块 现在我这一块料板上面 装的是坏盘的电源芯片 可以看到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由此可见 它原来的这一个电源芯片 其实是并没有坏的 因此不排除 是误干主控以后 产生的一些并发症 有可能是主控底下连锡了 导致这个电源芯片 触发了短路保护 或者是主控芯片 直接炸了也说不准 还是要来干主控啊 主控拆完以后 它缺少的这两路供电 又重新回来了 因此得出 就是它原来的这一个主控 免费掉了 没有办法 我们只好从料板上面 重新插一个主控 给它更换上来吧 这一代的三星 还没有做加密绑定的 只是更换主控 比较复杂一点 刚从料板上面 拆下来的这一个主控 我已经给它重置好了 现在还要我把 这个主控给它干上去 涂点油 然后对准这里 现在这一个主控 我又给它换好了 再来看一下这个供电 电压 看似没有问题了 全部都可以正常产生 我们上机看一下吧 硬盘上机 依旧是没有反应的 不过既然这一个电压 它都正常产生了 那有可能是这个盘 原始故障 它就是掉互件的 刚才我把数据翻译器 重建了一下 目前资料读取 已经恢复正常了 还好它动的不是颗粒 数据并没有蒸发掉 这个速度并不算快 只有400多K左右 这几天运气不错 干好了两个半硬盘 虽然大家在视频上 感觉不到什么 实际上一个二修盘 在我这里 是要修上一天以上的 平常一修的 可能也就几个小时到几天 二修遇到时间长了 要修上一周或者十天半个月 要么是永远也不会等到结果的 这些也并不奇怪 剩下的这几个 我暂时决定不修了 因为还有不少料板正在路上 只要等料板到货了 再跟他们进行 下一步的深入交流 并不再评算下呢